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4月1日 周一深夜,一甲第三十轮好戏不断 来切主场迎战罗马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来切尽多次遇到罗马几乎卯运行 加上双方实力存在一定差距 前者几是中下游档次的班底 后者要全力争入前四 何况各自战役浓淡程度不同 鉴于多方面此消彼长 红狼军团可谓胜券在握 上季反倒一甲的来切顺利完成保足 今季整体实力变化不大 依旧是大家眼中竞争力较为平庸的队伍之一 自从开季五轮送上过三胜二合的小惊喜后 过去24场仅得三胜 彻彻底底的于南本色演出 目前来切排在积分榜中下游 身后有多支成绩更不济的弱驴 老实说当前保足压力不算大 似乎还未到要提起精神抢分的时候 留意近期的比赛比分可以发现 来切最近六轮只有二场分别入一球 换言之多达四场进攻端颗粒无收 其实也不难怪 毕竟全队上下只有基斯杜玉 与罗拔图毕高尼攻入过四球或以上 球队均敞入0.9球效率颇低 如此疲软进攻火力 想同罗马抗衡简直吃人说梦 阵容方面前锋尼古拉辛桑尼 中场穆罕默德卡巴等人养伤必战 国际比赛日前 罗马在欧洲联顺利闯入半准决赛 士气得到提振 城市回到联赛击败沙索罗 随着过去五轮一甲取得四胜一合 红狼军团逐渐在联赛欧战 暂时是来界的欧洲联席位争夺战中 站稳阵脚 接下来目标是赶超伯洛尼亚入前四 尤其值得称赞 由队史传奇球星迪罗斯执教以来 罗马九场联赛取得七胜一合一赴 同期内攻入二十三球的不俗火力 保罗戴巴拿可谓是迪罗斯最信得过的人 后者挂帅以来 阿根廷前锋上阵七次贡献七球和一次助攻 如此直接参与入球的效率非常抢眼 当然期待他此番出征来窃继续发热发亮 回顾近年同来窃交锋 球迷们大可放心 2019年以来 五四联赛罗马以四胜一合占据上风 彼此间实力差距不言而喻 就算队长罗伦素伯利坚尼 惊突因累计黄台被罚停赛 还有后卫拉斯梅斯基斯电臣商缺 相对来气而言 罗马称得上兵多江广 比赛中的表现依然值得信赖 全取三分可谓大势所趋 安波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伤口 感谢您的听 吉康